这里讲到耶稣针十字架所带来的祝福 其中包括有身体的医治 当然最重要的是为我们的过犯受害 射灭我们的罪 亦有其他的恩典 我们稍后会有其他经文去支持这个经文 真的讲到身体的医治 因为有些人不相信耶稣会带来医治 有些人说这是心灵的医治 但我们稍后会有其他经文去支持 我们一起读二冲学书五十三章五节 哪知他为我们的过犯受害 为我们的罪业压伤 因他受的刑罚 我们得平安 因他受的鞭伤 我们得医治 我们都如羊走迷 各人偏行己劳 耶稣使我们众人的罪业都归在他身上 他被弃压 在受苦的时候却不开口 他像羊高被牵到宰杀之地 又像羊在剪毛的人手下无声 他也是者用不开口 这个讲到预言到耶稣基督的 以赛律书五十三章 有些很多犹太人不信 不信这个是讲到耶稣 不是不信这个是讲到耶稣 即基督会为我们受苦 但是其实这个经文 他们有些就说 这个是讲到以色列的 我们曾经有一次用的经文 是整篇以赛律书五十三章 很多部分都读出来 不过今次我们只读一部分 由讲到其他支持的经文 他们不相信尼赛亚是要受苦的 受死的 而这里就讲到他为我们的过犯受害 为我们的罪孽压伤 因他受的刑罚我们得平安 这个很明显分开两班人 是他和我们 我们就是以色列人 我们得平安 那么他受刑罚 这个他就是讲到尼赛亚 然后我们以色列人 和所有信耶稣的人 都得到平安 因他受的鞭伤 我们都得到身体的医治 其实这里讲三样的祝福 一个就是为我们的罪孽压伤 第二就是得到平安 第三就是得到身体的医治 而我们就如羊走迷 各人偏行己路 自己走自己的路 但耶和华就叫我们众人的罪孽 都归在他身上 他就被欺压 在受苦的时候 他又不开口 他是没有为他自己 争取他的权利 他像羊羔被遣到宰杀之利 即是被杀 有像羊在剪毛的人手下无声 他也是这样不开口 这里就是讲到耶稣应验这个经文 就是讲到这个经文 就是讲到被老的得释放 核眼的得看见 我们一起读在《路加福音》四章十六节 耶稣来到拿撒勒 就是他长大的地方 在安息日 照他平常的规矩 进了回堂 站起来要念圣经 有人把先知以赛话的书交给他 他就打开 找到一处写着说 主的灵在我身上 因为他用高高我 叫我传福音级贫穷的人 差遣我报告 被老的得释放 核眼的得看见 叫那受压制的得自由 报告神越纳人的欺怜 这里他就读以赛书六十一章 那个经文 讲到神的灵在我身上 用高高我、用高末 因为旧约来说 他们的王、先知和祭司 都是用高游 贵重的高游 平民是不可以做这些高游的 来到高末我 而这个是预表 耶稣的圣经之后的圣灵降临 圣灵降临在我们身上 叫我们能够有力量 去传福音给贫穷的人 贫穷的意思是 谦卑的人 他们需要神的救恩 还有去报告被老的得释放 人可以得释放 核眼的得看见 这里讲到身体的医治 也是讲到心灵的可以看见 受压制的得自由 报告神越纳人的欺怜 这里是 十九节 这里是第二十节 因为上面刚刚读了 是说的 于是把书卷起来 一起读下 交给执事就坐下 回堂里的人都定正看他 耶稣对他们说 今天这经应验在你们耳中了 众人都称赞他 并欺其他口中所出的恩言 这里讲到 这个经文现在应验在你眼前 就是叫人能够得释放 核眼的得看见 能够得自由 是神越纳人的欺怜 然后这个经文 马太福音这个经文 就解释到 这个得医治是身体医治 即是说 最初我们读以赛书53章 讲到医治 那里 在以赛书53章 就讲到 因他受的边伤我便得医治 有些人就觉得 这个只是心灵的医治 我听过有人说 即是说现在没有了 现在没有祈祷医治 但在这个经文里面 是讲到医治的 马太8章14节开始 我们一起读 耶稣到了比德家里 见比德的恶母 客害热病躺着 耶稣把他的手一摸 热就退了 他就起来服侍耶稣 到了晚上 有人带着许多被鬼附的 来到耶稣跟前 他若只用一句话 就把鬼都赶出去 并且治好了一切有病的人 这是要应验先知 以赛书的话说 他代替我们的软弱 担当我们的疾病 这里就讲到 他代替我们的软弱 担当我们的疾病 而讲到身体医治 和赶鬼 所以让我们看到 以赛书所说的 是有包括疾病的医治 在上面有医治 在耶稣医治 比德的恶母 以及第十六节 下半部有讲到 将鬼赶出去 和治好一切有病的人 所以仍然以赛书 所以以赛书 是有讲到医病的 所以我们今天仍然有医治疾病 神是可以做这件事的 中文字幕志愿者 中文字幕志愿者 中文字幕志愿者